这一处的排沟也是上有两条这个值钱的大红帮了 看来今天的运气还是可以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大朋友哥 现在准备过去捞我们下一处地方的排沟啊 前面一处地方的排沟拉上来的海红帮还是挺大条的 还有一间大黄鸡大增加什么的 然后希望这一处的排沟继续上大红帮吧 今天拉到的海红帮还是比较多 这是大条的 只能上来的一条而已啊 希望这一处排沟再严再利上多更多的海红帮吧 今天补到的海红帮数量也是挺多的 但是大条的也就没有几条啊 不过今天补到的大货数量倒是还是可观的 给引进是中午的接近12点的 准备拉完这一次排沟就准备吃饭了 这也是这20框排沟的最后一处地方了 刚拉上来啊 立马先上来了一条白蜡鱼 还挺大条的 看起来应该有个一斤多两斤左右吧 这一处排沟放在海里面的时间相对就会长一些 而且基本都是放在礁石区之附近啊 刚刚也是过底了好几下 礁石区的鱼沟十九公肉肯定是有的了 你看这个沟都这么难拉上来看 整个人都斜着拉的 肯定也是下面有鱼沟过底了的样子 这里又上来了一条白蜡鱼啊 跟刚刚那条差不多大条吧 看起来又好像这条要大条一些啊 这条应该达到两斤以上 来了一条芝麻邦啊 不过这条芝麻邦要小条一些 看起来也就半斤左右的这个样子啊 不过不管怎样它都属于石邦类的啊 已经能卖个接近一百块 小小的一上来也就脏气 也是要给它放一下气压才行 反正属于石邦类的鱼沟上来都是会脏气的 因为是水比较深 海底的水压比较大 所以一上来肚子就会脏气了 这也都是属于正常现象吧 又来一条芝麻邦 倒是连续来了两条芝麻邦上来哟 持久功就更多了啊 这条芝麻邦相对就要比刚刚那条大条一点点 这一步小心又把这一处的排钩都给拉断了 也只能再一次回头 从另外一端的这个浮标开始拉起来啊 放礁石区经常这样子 从另外一端拉起又是要浪费一点时间了 好吧 现在继续拉排钩啊 现在是从另外一端搭起来的 可能也是跟今天的潮水比较湍急有关系吧 哇 这一段的排钩一拉上来先上了一条海红邦 这一条海红邦也算是大红邦啊 应该也是要达到两斤左右的 才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是今天的大条的海红邦也比较少啊 立马这边又来了一条了 上一次卖的海红邦已经是有个六百多块钱了 不知道最近的价格怎么样 要赶紧把这个鱼吞进去的鱼钩给它取出来先 是直接挂在鱼吞子里了 拿个钳子直接把它钳出来就行了 持续的时间还是不要太长了 一般这种石斑鱼要养活子才能值点钱啊 挂掉了价格就平一半了 所以速度也是要快一点 鱼钩解放之后也是要立马给它放一下气压才行 这一条的活力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啊 估计等一下要把它放回海里面再养养 放回深海里面再养养 让它在自然的环境中再生活一会儿 适应一下 等到要回去的时候再重新把它拉上来就行了 看起来真的是活力不怎么样啊 活着是肯定还活着的 也让你们学习一下怎么给这种石斑鱼放气压 肯定也是要找准位置才行啊 如果乱扎的话把它其他的气管给扎破了那就滑不了了 这一处排钩也是好不容易才上了这么一条大条的海红斑 而且其他的鱼货也不多啊 这里还来一条鹰鸽鱼哦 鹰鸽鱼养活的价格要好卖一些 已经能卖到40块钱 挂掉了已经就剩下30几块钱了 不过这一处地方的石斑鱼好像没有前面几处的石斑鱼多 这边又来了一条海红斑 这条看起来应该也是要一斤以上吧 好不容易又来一条海红斑啊 也是这一处排钩的第二条海红斑了 硬气还可以 赶紧把鱼钩先给取出来 然后又是要放一下气压了 这一条的活力要比上一条的活力好得多哦 所以这一条海红斑就应该不用放回海里面再养养了 找准位置先给它来一针 祝它身体健康 这一处的排钩也是上有两条这个值钱的大红斑了 看来今天的硬气还是可以的 这样子的石斑鱼就算是比较大条的了 又来一条鹰鸽鱼啊 也是这一处排钩的第二条鹰鸽鱼的 两条都差不多大条啊 鹰鸽鱼要连植鱼 淋香煎才好吃啊 这旁边外海的航道也是有一艘大货人在这边航行 再来一条白鸽鱼 这条也是要一斤多接近两斤吧 看起来也是挺肥的肚子圆鼓鼓 白鸽鱼现在一斤也是能卖到40块钱啊 价格算是挺不错的了 好的 然后这一处的排钩也是拉完了 这一处的排钩总共是有三框的这个鱼钩啊 现在是准备把先前放下去的那几处 放在海里面养活的石棒鱼先拉上来先 这几条石棒鱼放在海里面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应该就活力好一些了 这里是几条海红棒 下面一处还有一条这个大石棒呢 然后也是要把刚刚那一条拉上来没什么活力的那条海红棒放回海里面去 放回海里面再养养啊 拉上来就会活力了不少 这一条就是那条石金重的大石棒的那个了 在海里面自然黄金养活了一下 活力好了不少啊 然后再把它放回我们的活仓里面 它已经能潜下去了 有这样子的活力肯定应该就能养活子回去卖了 现在是准备先找个地方停泊下来 然后做个午餐吃个午餐先啊 也已经是中午的接近一点钟了 肚子也是开始咕咕叫了 先开到我们下一处要放排钩的位置 然后船就停泊下来 做个午餐先 用了一条白蜡鱼啊 今天是吃这个米饭 下这个白蜡鱼 看起来就是秀适可参的 早上放的那些排钩是全部拉网了 手握算是一般般 鱼货比较少啊 但是好在上有海红斑 上有两三条 这个大条的 还有好几条 这个小条的 还有一条这个石棒鱼也是挺大条 啊 真雕还有黑雕白蜡鱼都有啊 但是数量也不多 数量最多的是这个十九宫啊 因为现在是十九宫 十九宫的万剂 所以来了十九宫都是挺多的 然后现在准备把拉上来这些排钩 再重新放一份多一次下去 然后再拉多一遍就反感回去了 好了 现在准备挂上鱼了 就开始放排钩了 吃过午餐之后 就要开始给这几框排钩挂上鱼额 准备再放个十框的排钩吧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一处排钩的视频 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观看啊 我是拿到导标哥 喜欢我视频的 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